今天打算去查尔汗岩湖 从格尔木火车站出发 来回130公里 走 六个人拼车出发 每个人120块 包来回的 在路上看到了高铁动车 西宁直达格尔木的 查尔汗梦幻岩湖 欢迎您 这后面就是景区的大门口了 总火车站坐车一小时 终于到达了亚洲第一岩湖 世界第二岩湖 这就是查尔汗岩湖景区 从这个口买票 这个小房子里 是休息室 过来之后 右手边是售票处 那边是卫生间 从这个口检票 请进 100块的票 包含了观光车 乘坐大巴车 从游客中心出发了 景区的大门口 建设的挺简陋 这是塑料的卫生间 停车场挺大的 这儿经过了 制研的工厂 水日工业 之后就看到了一望无际的查尔汗岩湖 这就是岩船 经过了岩湖的中西码头 这是一个供给车间 看到了查尔汗岩湖景区的打卡排放 这是岩湖广场 从码头这里下车 拍照打卡 我身后就是万丈岩桥的石碑 海拔是2650米 查尔汗岩湖 是中国青海省西部的一个岩湖 与查卡岩湖齐名 位于柴达木盆地的南部 地跨格尔木市河都兰县 总面积超过了 5856平方公里 格尔木河还有柴达木河 多条内流河 就汇聚在岩湖内 由于水分的不断蒸发 这个岩湖上形成了坚硬的岩盖 就连青藏铁路 还有青藏公路 均修建在岩盖之上 这里还有丰富的矿产资源 总储量高达20多亿吨 也成为了中国矿业的基地之一 现在大巴车行驶的就是万丈岩桥 这个湖水在阳光的照射下 就像翡翠一样 发出了绿色的光芒 这里简直就是翡翠湖 还看到了绿色的电瓶车 从这下车了 亚洲第一岩湖的排放这里打卡之后 继续买第二段电瓶车的车票 单程是15 乘坐第二段电瓶车出发了 这是核心景区的一个广场 设置了木栈桥 好多摄影师也趴在湖边拍照打卡 甚至还看到了婚纱摄影的 这里不仅是一个人少视野开阔 能拍出绝美大片的地方 而且湖的面积有56个查卡沿湖那么大 从这里看到了蓝天白云倒映在绿色的湖水中 简直就是人间仙境啊 看到了网红秋千 就像来到了三亚 但是这儿的湖水特别的绿 就像镶嵌了巨大的翡翠 坐车2.5公里到达了焦点站 来一趟查尔汉沿湖可太不容易了 不算吃饭住宿 光门票加车费已经花了235块 看一下这片翡翠绿的湖水 这的储元量可以够60亿人 食用1000年 虽然长不出绿色的植物 但却郁郁出了一片绿蒙般的童话世界 我现在走在了盐湖边上 这里不是沙滩 随便穿一把 可就是大灵眼 品尝一下 太咸了 这笔烟菜的盐可咸多了 到对面的北极屋去看一下 碧绿的湖水 轻盈如玉 与变化万千的岩花相互回应 将这片湖水装点出了人间仙境 在朗日的清空下 在朗日的晴空下 碧水雪 世界万富 仿佛就像静止了一样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碧绿的湖水 觉得这里才能真正称得上翡翠湖吧 看一下 哇 湖水特别的凉爽 这还有无人机拍摄 来到了北极冰屋 好多人在湖边拍照 雪白的岩花 晶莹剔透的 闪闪发光 在岩湖景区里玩 一定要做好防晒 好多人都是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 由于我没有做好防晒 现在都快被晒成黑人了 好多人在评论区 说我像个非洲人 也许是这的盐太白了 把我硬衬的比较黑吧 大家看一下 这的湖水 真的就是翡翠湖啊 穿上鲜艳的衣服 在岩湖里拍照 就能拍出绝美大片 就连旁边的帐篷都是红色的 致上鲜艳的衣服 就有一公里到达了另一个北极乌驻扎地啊 是从最远处那边走过来的 这里也是一个最佳观景拍照点 还是有木栈道 刚才我就沿着湖边走啊 一不小心 把鞋给弄湿了 结果鞋子上就结了一层白白的霜 那个地方啊 就是大巴车的换车中心 最大的那个房子就是了 走在这沿层上 脚下发出清脆的响声 就像来到了冰层啊 到这里号称亚洲第一演户的查尔汉演户 全程带大家参观完了 门票车费 再加上拼车的费用 一共花了235块 大家觉得这儿的风景怎么样